这一小节我们来讲述HTTP协议和HTTP服务器 首先来看HTTP协议 HTTP协议我们只要上网基本上都会接触到 反应网页的时候就是使用HTTP协议进行页面内容的传输 它的主要功能是在Web服务器和浏览器之间传送数据和文件 比如说静态页面的传输,比如说文件的下载 我们有一些下载工具,它就支持HTTP方式的下载 从网络协议分层的角度来说,它是属于应用层协议,位于第七层 客户端是浏览器,也可以是网络爬虫或是网络发报工具 服务器当然就是我们的Web服务网站 今天普遍使用的HTTP协议版本号是HTTP1.1 那么它在RFC2616文档中定义,什么叫RFC文档,它是由谁颁发的 大家可以下来查阅一下相关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HTTP协议进行静态文本传输的过程 首先我们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敲入一个地址 那么浏览器就会把这个地址转映 浏览器就会把这个地址转换成一个HTTP的请求 发送到Web服务器上 Web服务器对这个请求进行解析 然后再找到相应的静态页面 并且把内容返回到客户端 那么浏览器就会把这个内容显示在我们的浏览器界面上 来看一下HTTP请求的内容 一个HTTP请求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请求行单独的一行 第二部分是消息的报道 第三部分是数据部分 请求行包括方法 请求的资源 协议版本号 后面跟一个回车换行标志 表示请求行的结束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请求行 get表示我要从服务器上获得一个资源 获得什么资源呢 它获得的是indexhtml这个页面 它协议版本号是1.1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我也在这个地方列举出来 get get就是从服务器上获取一个资源 它的典型应用场合是访问你 访问网页 post post是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它的典型应用场合是表单的提交 比如说我们做了留言 点击了一个提交按钮 那么这个时候发出来就是一个post的请求 head head是指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送头部信息 不传数据提 那么它是应用在哪些场合呢 它主要是用来测试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联通性 或者说测试服务器上某个资源可用 put put就是向服务器请求或者说上传一个资源 它的方向是和get相反的 好 再来看报头 报头的话是包含一个网络事物 或者说一次通信中一些控制信息 它由若干个域组成 每一个域单独占一行 然后它的格式是一个域名 跟上一个域值的方式 中间要冒号可开 我列决了几个常用的 常用的这种域 比如说host域 就是说指定服务器的主机和端口号 比如说accept域 它是告诉服务器端 客户端是可以接受哪些信息的 比如说指定客户端可以接受字符集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接受的那种编码的 比如说connection 就表示这个连接是持久连接的 还是马上断掉 好 来看一个真实的包图 这个就是我用抓包工具 从我们的那个系统里边抓出了一个数据包 它是一个get 然后不跟url的时候 它会返回一个默认页面 后面协议版本号 user agent表示我客户端 我是用的wget的工具 accept 然后host 我是请求的百度.com connection 我要告诉服务器 要保持这个连接 不要断掉 好 包头后面就是数据 数据部分 那么数据部分就是根据应用 应用的内容而定的 再来看http响应 http响应也有三部分构成 一个是响应行 第二部分是暴头 第三部分是暴体 响应行 它主要包括协议版本号 后面就是响应码和响应信息 比如说这个地方200OK 就表示成功了 那么还有一个经常见到的响应码404 他就找不到资源 就是返回404 暴头部分也有很多域构成 暴头后面就跟暴体 暴头和暴体之间 也是用两个回车换行来分割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抓取数据包 我刚才那个数据包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包 实际上我不是用专门的抓包工具抓出来 我是用wget工具打印出来的 wget工具 它是一个下载工具 那么我们可以打印出调试信息 也就可以看到它的包头 比如说我们要下载 3w百度.com 我们要去下载这个资源 实际上它会是下载百度.com的一个默认的主页 好 我们敲入这个 杠第一呢 杠第一表示要把这个调试信息打出来 好 我们敲击这个命令 它就会把这个过程显示出来 我们这个不太清楚 重新来一下 好 我们能找到它协议的请求部分 在这里 这个是调试信息 这就是get 请求一个默认页面 版本号 我的客户端 可接受的文件内型 host的 我请求的是 3w百度.com 然后connection要保持连接 后面跟两个回车换行 就表示爆头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看响应爆头 htp1.1200ok 告诉我这个请求已经成功了 后面跟很多这种 很多的域 那么这个工具呢 没有把数据部分打出来 数据部分 它是存储到一个文件里边了 那数据部分 它是存储到文件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就是百度那个页面 还有一个专业的抓包工具 叫tcpdump 这个抓包工具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建筑这个命令 tcpdump-x 表示对这个协议进行解析 host指定我们要抓的主机 抓哪个机器 然后后面还可以指定协议和端口 好 我们把这个命令运行起来 我们抓 这台机器上 2001号端口的包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 2001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monkey 我们来发一个tcp的请求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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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实际上已经有数据了 我先把这个monkey运行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打印出了很多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抓取到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的可读性不是很好 windows下面有一些抓包工具呢 他会把一些常用的协议都给解析出来 希望大家下来查阅一下资料 自己装一个抓包工具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资料